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,工业化国家的民众是从全球化发展当中受益最多的人。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6月10日报道,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、GDP、增长率的角度来看,瑞士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。 中国,1990年至2016年,瑞士的人均GDP增长了1913欧元。 紧随其后的是日本,1502欧元,芬兰,1410欧元,爱尔兰,1261欧元,以色列,1157欧元,和德国,1151欧元。 在这个包括42个国家的排行榜上,印度,22欧元,和中国,79欧元,排名分别是最后一名和倒数第二名。 西班牙,530欧元,排在第22位,甚至高于位居25位的美国,445欧元。 资料图片 报道称,有些新兴国家和表面上富裕的国家在这个排行榜上的位置也不靠前。 例如阿根廷,110欧元,俄罗斯,116欧元,墨西哥,122欧元,和巴西,124欧元,分列第40,39,38和37位。 此项报道还就上述42个国家的排名,与其国际关系和社会福利状况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。 数据显示,全球化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有助明显的促进作用,而保护主义则是错误的路线。 但全球化必须以人为本。贝塔斯曼基金会主席阿尔特德赫斯指出,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成功。 报道称,从瑞士预测研究所为贝塔斯曼基金会提供的数据中可以看出,国际关系对各国的经济、政治和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。 虽然各国各国各领域的全球化程度不同,但均受到影响。 例如,西班牙纺织业的全球化程度远高于德国,但在家电制造业方面却败下阵来。 Q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俄罗斯向中国空运线超加速去美元,这些农民或正闷声发大财。 印度央行行长,美国适当的该停停了,多个国家快要应付不来了。 美加开私,加拿大人去买美国货其实还是有很多替代品的。 华尔街怒赞。 蚂蚁金服估值远超高盛、外媒,十年前,难以想象。 即是中国对媒去。 中国人依旧承包了整个俄罗斯世界杯。 嫌弃全球化。 西媒城最大受益者就是以开发国家。 金砖支付奥尼尔。 G7几乎别无他用,G20才是主角。 比肩美国、中国城世界杯赞助大户。 今日科技。 我 Participate 能顺一下否判可信之后。 比肩美国、中国城世界。